我终于空瓶了几个免唇卸妆 味道也是有那种淡淡的酸奶味 皮肤比较干的话还是这一层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半裙配舞很多白色鸡蟻应该不太好 还蛮有活力的脉 很清新的这个味道 这一小时真的不错 无针水光的那样一个仪器 我想要的是刹刹纸 这样我好像很久没有录视频了 不对就是护肤类的一个视频 正好跟你们一起卸个妆做个面膜 我终于空瓶了几个眼唇卸妆液 然后我最近的一个计划是要把这一瓶红地球的用完 这瓶卸妆水真的很好用 就它又可以卸眼睛又可以卸全脸 你们看它卸眼睛根本不比眼唇卸妆液差 而且又不用这种摇啊摇的 让它水又混合 卸妆力真的很强 然后你们不要看我怎么这么一摊就红了 是我本人的问题 就我很容易就红了 给你们看我今天画了一条白色的眼线 现在把它卸掉 我把相机放在厨里面 而且它很温和 就是最后不是要把眼睛 就是靠眼睛特别近的那种亮片什么的 要去擦掉它吗 这个很温和的 非常喜欢 他们家有一款美笔也特别好用 但不是肖量高的那一款 肖量高的那一款好像是 折后大概六七十吧 我没有买过那个 我买的呢是那个原价还蛮贵的 在国产媒体里面算贵的了吧 但那个真的非常好用 我觉得就是媲美benefit 我之后再出视频说吧 把首饰 拿掉今天耳钉的项链什么的 全都是那个mini cyber的 就是我一直让你们加NHM GG001 今天带的是一套银色的 然后加个粉色的茄子吧 装个嫩 我越来越接近三十之后 就是越来越不害怕三十岁这个数字了 我觉得我整个心态啊什么的 都超级年轻的超级好 虽然是很看破红尘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 嗯不知道 以前是那种无知的无惧 现在就是很多都看淡了之后的无惧 就觉得主要身体健康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然后用一个洁面吧 PH他们家 这洁面我也非常喜欢 它泡沫很丰富 然后很温和 使用感也非常好 因为我的相机在处理呢 我就不拿出来了 我就自己默默的洗脸了 味道也是有那种淡淡酸奶味 那种不水 是淡淡酸奶汽水味 科尔比斯的一个味道的感觉 看我的脸 就是在镜头里面很明显的红 但是前面用的产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而且我觉得这个镜头 它放大了我的红 哎现在很快就退掉了 对不对 最近的皮肤状态呢 我其实是非常满意的 就是最近用的好多产品 我都好喜欢 不过唯一的问题就是 我可能前一阵子 没有注意要仿晒这件事情 因为也算是出来深圳吧 出来深圳的春天 没想到是那么晒的 直到我回到上海之后 才发现我黑沉黑鬼了 所以最近的话 才会比较注重仿晒啊 然后美白这方面的东西 之前就只是觉得补水就够了 今天呢 要跟你们一起来做一个清洁面膜 我用的是VT他们家的 这个鸡血槽的一个泥膜 之前已经用了一次了 这个泥膜我很喜欢 因为它上脸是那种 就是还蛮水润的 就不会干住的那一种清洁面膜 我最近就喜欢这一种 然后它主打清洁的一个成分呢 是高磷土嘛 高磷土就是很多清洁面膜里面都有的 可以帮你吸走你毛孔里面那些脏东西 另外呢 就是它这个里面 这是什么叫蠢 就是这个CICA的这个成分 它是可以帮助皮肤去镇定消炎的 这CICA是个鸡血槽 就很适合在这种春夏用 你会觉得很安心的 哦 它的味道呢 也是那种草本的一个味道 非常好 就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安心 那这一款清洁面膜 就是你敷个10到15分钟洗完之后 你的皮肤是那种水当当的 水润的 而不是那种干干的 就是我一般会推荐大家用完清洁面膜之后 一定呢要用一个补水面膜 不过这一款的话 我会觉得用完 其实喷一个喷雾 或者涂个什么 嗯 玻尿酸原液 然后再配上一些精华 我觉得就够了 不一定要做补水面膜 因为它做完之后 整个皮肤状态真的是蛮好的 不干反正 另外他们家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呢也是一个鸡血槽的泥膜 不过呢它是这样子的 就我以前就有跟你们分享 他们家另外一款 这个我好喜欢 就是超级方便 我之前回上海的时候 就带了两个 因为它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你平时带了再去就很方便 不过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就是这一款泥膜里面 它是有那种小颗粒在的 好像就是它的清洁力度 会更强一点 这一款 那这个布丁小泥膜的话 会更适合像我这种混油皮啊 油皮这一类的 然后如果你比较敏感 皮肤比较干的话 还是这一款比较好 因为这一款里面好像是 应该是薄鸟酸的 所以它的一个补水效果 会更加好一点 放好哦 这个也放好 大家伙见 天猫接你 我这样子说 没事 天猫接你的闹钟 让我听一下咯 哦 它的闹钟呢都是一首歌 然后呢像这种晚上 它的歌曲都是那种很 那种轻快的 然后如果是定早上的闹钟 它那种歌都是那种很 反正就是节奏很缓的那一种 就一听吧 你本来醒了 都可能要继续睡着的那种 我就搞不明白它 它可能时差有点问题 我现在把这个洗掉 好了 我洗完了 感觉自己的皮肤呢 就是有被清洁到 还有一点提亮的一个感觉吧 应该有吧 现在呢就 简单的喷个喷 稍微上点护肤品 我就要去吃西瓜 看会电视 最近在看的TVB还蛮好看的 逆天其暗 比那个火鸡半大石好看太多了 所以呢 现在每天晚上要追两部剧 把这个水给它拍进去 然后涂一个清爽的美白精华 HBN的这个 很喜欢 很水嫩的 我现在就是可以不涂乳液 不涂面霜 但是我一定要涂美白精华 因为我要白 然后再涂一个它们的乳液好了 轻轻薄薄的 但是我等一下晚上还会有个正式的护肤 就不用这个了 好了 我去边吃西瓜边看电视 大家拜拜 哈喽 我们来一起开个箱 我要出门 然后顺便扔掉点垃圾 这大盒子可以先收拾一下 这个Fabric它是一个小程序 然后我感觉它类似一个那种 买手小程序 里面就是有一些牌子 这盒子我还蛮喜欢的 就是呢 很有仪式感 然后它外面是黑色 里面打开是这种粉色的 曼少女性 我这边有两件衣服 都是一个牌子 这个小程序上就都是一些那种小众的设计师品牌 然后我这个衣服是这个叫Fresico的一个品牌 它是一个巴黎的设计师 有两个五红布袋 这布袋还挺大的 出去旅行什么的 放放衣服还挺方便的 一件是这个上衣 这上衣正好我回上海又可以穿了 它是这样一个T恤 然后是有一定厚度的 质感呢是非常不错的 上面的pattern是这种小花花 然后配一个小肉骨头的那种感觉 比较可爱的 这小T恤 然后还有一条是我比较期待的 是这个半裙 我觉得这个半裙配合很多白色T恤 应该都挺好看 也要带回上海 之后穿了再给你们分享吧 哈喽 我今天正好要出门 然后穿这个裙子 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颜色 就这条裙子的版型其实还蛮显腿细的 因为这是A字裙 它这边岔开之后 就会相对的显得你的腿细一点 另外它很有新界 就是这两排扭扣 这个扭扣呢 登登登登登 它沿到你腿这边 其实是有一个拉长的一个效果的 给它这个车车呢 看 喜欢 然后我配的那个鞋子 就是老网红的 欢迎这个1970 还蛮有活力的 还蛮有活力的吗 很青春是不是 好了我出门了 大家拜拜 来跟你们一起开个箱 这个箱 这个箱开的应该会挺爽的 其实我刚才已经开了好多了 我昨天到家可能快三四点了 然后好嘞 然后开了一部分之后 想说跟你们一起开吧 就录个视频 除了这些 就这个凳子上还有这么多 要开的箱 这里还有我已经开的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分享 我拿个凳子 然后下面呢就进入我们快乐的开箱时刻 这一次的开箱呢 其实我分了两部分 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 一部分呢就是杂七杂八 美妆 护肤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服饰类的 服饰类的话 我先简单的讲一下 之后再上身给你们看 因为我今天肯定是不会再上身了 因为好累 我整个人精神都有点提不起来 然后还会有一个另外的部分 我会另外出一集 就是我四月买的杯子 其实这个也是我新买的 我实在是等不及了 所以我先拿出来用了 其实还有些杯子 可能要五月份才发货 但是我就是想做一个 近期的杯子分享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 这颗头在这边 对你躺下可以 但是不要乱动 OK好 第一个呢就是 IPSA这个化妆棉 这化妆棉真的我觉得非常好用 但是我这一次不是在官方下单的 因为他们的旗舰店是两包90块钱 单包下来呢是45 我也觉得是个比较OK的价格 而且你不用担心真假 但我是在那种什么 专柜代购店里面买的 因为有一个这种20片包装的 我平时旅行什么 代价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在那家店就买了一袋一小 这种消耗品反正也是包邮的 所以我是没了就买没了就买 毕竟家里面东西真的很多 我没有太多的空间放 这个IPSA的化妆棉真的具有好用 然后还有两个是 就是也是在小红书的体验站 其实我现在经常会在小红书的体验站 就去申请一些产品 然后用了之后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OLA最近新出的一个什么水感光药 浸润面膜 就用了之后那种皮肤水水的发光的那种感觉的一个面膜 然后它是给了两个中药 用了之后在你们分享 还有一个是那个EPIVITA的这个面霜 这个面霜我之前一次开箱里面就跟你们分享过了 这面霜呢它就是补水的效果不是很好 但是呢它整个使用感非常好 因为它里面 我这瓶还没有开我就不开了 我自己呢有在用 但是呢我觉得它一个补水效果不是很好 但使用感呢非常非常适合 敏感浑油肌 然后我手头上的面霜又很多 我就把它给卖了 卖了之后呢又想要了 所以又高一品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Vosso的一个眼霜 也是小红书的一个体验 这个眼霜好像单价还挺贵的 然后它的包装说实话没什么质感 这种塑料品的 不知道好不好用 期待一下了 毕竟蛮贵的 这个呢是Odon的一个香水 它的味道是墨雨心灵 应该就是茉莉花 然后带一点柠檬的那种 我感觉是我喜欢的一个香味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很少给大家推荐香水 因为我的鼻子特别敏感 比如说我自己喷香水 我如果喷了三下 我就会泛鼻炎了 就是会不停不停地打喷嚏 我来闻一下这个味道 哦 这个味道很好闻 很清新的 嗯好好闻 很清新的这个味道 这一小只真的不错 它是一个 哦 包包受不了 香水我忘了 肥仔对不起了 你去喝点水吧 它是一个 那它的反应也太慢了吧 它是一个 它的英文名字是Lemon Island 然后是一个 多少毫升 4毫升的一个 小样中样吧 感觉放在包里面非常的方便 这只哎意外的还蛮喜欢的 哇 好清新好舒服 好像还有一点点那种 就我说实话 它有一点那种 夏天 然后你洗完了澡的那种 很清新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去小花园 散个布的那种感觉 这味道还可以的 嗯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它也是 宙斯他们家的 但是这一款呢 它是一个 小尖刀 这小尖刀的话 它就是 嗯 主打的是眼下 但它其实不是说 只能眼下 它全脸都可以用 而且小尖刀是可以 不用接线的 那这个的话 我平时旅行 大家身上就会很方便 不过我还没有用 用了之后再给大家分享 这个又是一个内容体验 是这个Longress的 细致衣物洗液 我自己有那个大瓶的 然后这一次体验 申请到的是一个小瓶 这个我会用来洗那一裤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真丝制品 反正就是要手洗的话 我会用这个洗衣液 是雨腥糖的成品 你们知道雨腥糖除了茶之外 还有出护肤线吗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玫瑰水 玫瑰嘛 就是美白宝石 所以想试一下 而且他们家不是 我本来就是喝他们那个玫瑰花茶的 我就觉得他们家的 玫瑰系列的东西 做得很不错 哇这个 这个叫什么凡多姆玫瑰 仙彩出炉玫瑰水 哇这个 就是它整个包装 我看你们 你们可能感受到 就是它是那种非常有质感的 黑色玻璃瓶 哇它就像香水一样 好美啊 而且 哇这个包装喜欢 爱了爱了 就是很惊喜 这个拆的我 然后这个是 和Facial Pro发的一个Piaros 来这里逛新品 看看里面是什么 哦 这是什么许光瀚吗 我能认出的年轻男明星不多 哦 对它写了许光瀚 然后里面是它的几个面膜 一个是我自己都有在用的 我觉得蛮好用的 就是这个虾青素提亮面膜 它用完你的皮肤真的会提亮 就跟我用那个富尔加的灯泡膜一样 就是脸会补水提亮的一个效果 蛮好的 然后另外两个应该是新品吧 一个是清洁面膜 好喜欢这种包装 我就很喜欢这种很直男系的包装 还有一个是 硫酸胶原修护面膜 这样子的 但是它是那种 你涂上脸之后 膏体会慢慢变透明 然后它说 那就是肌肤逐渐充满电的信号 这可以试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美容仪器 是一个品牌 让我试一下 如果好用的话 你们后面会看到它 如果不好用的话 那就是我把它推回去 它是一个那种 在家里面做 没有 怎么说 无针水光的那样一个仪器 助养衣一样 然后这边是两盒配的精华液 是用美白效果 这边的话 是它的机器本身 我之前就是充了钱 在美容院做了无针水光之后 就是这辈子 我不会再在美容院 充钱做无针水光了 还不如自己在家里面 用这种仪器 就这样子吧 然后你一边住 一边看电视 什么都可以 甚至你家里面 如果有老公男朋友 你就让他们帮你打就可以了 仿佛你置身于美容院 对吧 又不用钱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充钱的话 好像充了 就是一个疗程是3000多 可能就五次六次这样 蛮贵的我觉得 然后下面呢 是几件衣服 一件是我会在有一家店买裤子 因为我个人很矮嘛 所以我很难买到合适的裤子 但这一家店 我是在小红书上关注的那个店主 然后我发现他有开淘宝店 之前我就在他们家买裤子 都蛮好看的 而且因为我要真的说实话蛮细的 然后很多裤子 我都要去改腰身 但他们家的最小码 我穿就OK 就不需要去改了 毕竟改腰身 其实费用也不便宜 就四五十块吧 我觉得不便宜 反正 然后这条裤子 其实我刚才已经试过了 非常非常好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怦然在心动 然后王子文 就大家记着王子文就行了 然后他是有去参加一期 王牌对王牌 然后那一次他穿了一身 就是All Black 上面是黑色的 给我今天这个打扮还有 那么一点点 对吧 小小的 就是他上面是一件 黑色的长袖的 这边有一点点泡泡袖的 然后下面呢是一条 可能就拉得非常高的一条 高腰裤 然后下面那个延伸效果 也是延伸得非常好的 一条威拉的黑色长裤 那感觉这条裤型 跟他还蛮像的 我刚才试了一下 真的非常好看 然后他是配的高温鞋 但是我是不穿高温鞋的 我就配了一双宽威 感觉效果非常好 这条裤子很喜欢 然后最后一个箱子呢是 就是我朋友安妮那边买的 Victorian Trend 在上一个视频里面 有没有跟大家预告 也不算预告 就是我订了的衣服 到了 它是一个牛仔裤 我等一下 还是试一下 我感觉好像改的 还是不是我想要的 可能还要再改一下 它是一条直筒裤 但是因为我腰比较细 然后收完腰之后 导致它这边 这边好像没有给我收好 等一下试了再看 我想要的是 刷刷纸 纸下去的那一种直筒裤 这条得再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件呢 就这件西装 其实我纠结了挺久的 因为我感觉 我黑色西装挺多的 然后这一件 它是一个没有领子的 我里面不能穿黑色的T恤 看不出来 要换一个白色的T恤 就好看了 哦好热好热 吃一下好了 也之后再试给你们看吧 哦我真的 现在有点不在状态 太热了 感谢观看 下来